好,今天我们来继续讲解Lesson 19, sold out,票与售丸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在讲什么,首先我们听一下 OK,这个文章大家听得怎么样 下面时间我们把这个空白给大家来填一下 其实这篇文章非常的简单 然后空也很少 我们听一下,補充一下就可以了 过去的ikat吧 这篇文章做得好 两件事有在聊天 过去有个疫情 говорить一下 自由 OK 下面的时间 我们来仔细地来进讲一下这篇文章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句话 The play may begin at any time At any moment I said 这个句子中 At any moment是个短语 所以我把它画出来了 意思指的是在任何时刻的意思 其实跟我刚才所说的单词 At any time是一个意思 好吧 这个演出或者说这个电影 很可能随时随刻 就是随时 什么的一个成语比较好了 就是随时都有可能开始 It may have begun already Susan answered Susan说到说 可能已经怎么样开始了 好 在这个句子中 我们将会学习到以下的知识 第一个 大家对于单词begin都是很了解的 比如说Let's begin 对吧 Let's begin 让我们开始吧 Let's get started 就是在英文中也会经常说 Let's get started 就是大家所说的Let's start 但是在英文中我们很少会说Let's start 我们会说Let's get started 意思就是让我们开始吧 等于Let's begin 但是我们可以说Let's begin 这种表述方式 与此同时我们要注意的是 经常会在写作中 或者说在口语中也会这样讲 就是首先要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们会说To begin with 怎么怎么 逗号 To start with 逗号 这表示首先的意思 这种表述应该要知道 第二个意思是我们在口语中经常会说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比较常见的说法是 Well begun is half down Well begun is half down 这个句子也可以把is省略掉 写成Well begun half down 但是中间的is也变成逗号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其次我们在书面化的语言中 往往会使用 A good beginning is half the battle A good beginning is half the battle 用这种表述方式是比较书面化的 就是好的开始 其实就是战争赢得胜利的一半 因为单词battle是小型战争 还有单词half is half the battle 给大家的一个提示是什么 就是在英文中 说半个小时也好 说这个什么什么一半 都是half the什么什么东西 half the什么的 比如说half an hour 对吧 half an hour half the什么什么 注意哈这个表述方式 上面呢我们在英文中啊 刚刚讲过at any moment 等于at any time 在口语中我们经常会使用at any time 你可以在美语中看到这种表述 非常的常见 好在英文中我们有的时候 有一些就是说请你记住哈 在任何时候呢 你都要过有问题都能够 什么打电话给我 或者说都可以联系我 而且不要感觉到有什么不好的 所以我们在课议中会尽量说 if you need any help 好就没有写出来哈 if you need any help 或者是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怎么样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或是to call me at any time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或者你有任何的需要帮助的 请记得随时给我打电话 对吧 我喝过水哈 这个句子呢是需要大家去背诵的 因为这是一个很 我觉得是一种套话 对吧 所以你有必要 把它掌握了 好 OK 好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at any time 比如说大家对于课程有问题 我说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my lessons my classes so please feel free please feel free to call me at any time to contact me at any time 都OK的 下面呢我们看第二句哈 it may have begun 这个表示方式应该是大家第一次见到吗 好像是第一次见到 这种是我们称之为可能已经怎么怎么样了 它是由情态动词may和完成时一起构成的 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要注意的是 后面会有一个已经这样一个翻译出来 那下面给大家写三个 大家看一下 may have done 意思指的是可能已经怎么怎么样了 must have done 在我们后面的根中也会出现 就是说一定已经怎么怎么样了 所以我们其实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只需要对于have done翻译已经 潜态动词它的意思保留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意思弄出来了 may have done must have done OK 这是一种推测 这是对于潜态动词的一种推测 潜态动词呢用法很多 那是今天我们所涉及的是推测这一个类别 所以大家记住了可能和一定是我们生活中最为常见的那种简单的 这种推测 可能是你不确定 must是你非常确定 是你通过某一种迹象或者说一种判断出来的 他们这个单词的这个否定呢 比如说不可能已经怎么怎么样了 在英文中并不能使用 must have done 因为must have done 根本不存在 就像大家前面所说的那个单词 就must be 对吧 must be 它的否定不是must be 因为英文中根本没有must be 于是这个是 likewise 与此相同类似的是什么呢 或者similar similarly must have done 它的否定也没有must have done 它是can't have done 可是不可能已经怎么怎么样了 所以这个用法大家是必须要掌握的 好 在我们的这个首篇的两个句子 这个句子中 我们只需要掌握意思好使所给大家诚信的这些内容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好 记住大家如果想要关注的语义法 其实这个语义法就是 may have done must have done can't have done 你只要把这三个的意思搞懂了就OK了 因为它主要是意思 这是其他动词 好 下面先我们看一下 I hurry to the ticket office May I have two tickets please I asked I'm sorry we were sold out the girl said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 首先我们学会第一个句子叫hurry to hurry to 在你听美式翻译的时候 他会听到是hurry 在嘴巴很小 每一个音可能是hurry 在美式 hurry hurry I hurry to 它就这样子的 没有区别 在美式英文中 那个音跟这个 呃 音是一样的 我就怎么样 hurry to the ticket office 我就是跑到了这个 匆匆忙忙的跑到了这个ticket office 在这个句子中 其实我可以让大家把hurry to 换成一个单词叫rush to I rushed to the ticket office 表示冲过去的意思 也是可以的 因为你冲肯定是速度比较快 对不对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学到哪些知识 第一个大家对于hurry的单词 应该是应该比较了解的是hurry up hurry up 赶快快点好不好 hurry up 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 当然在扣语中也会是hurry 其实hurry up也和hurry意思是一样的 在扣语中都会说hurry hurry up 都是表示快一点 come on 快一点好不好 对吧 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你是hurry to一个地方 就表示你急冲冲的跑到一个地方 叫hurry to 所以在某种语义上 它就等于rush to rush to 好 如果你急急忙忙的做一件事情 你可以说 do something in a hurry do something in a hurry 或者do something 怎么样 do something hurriedly do something hurriedly 脸上表示方式意思是一样的 in a hurry 就可以换成一个副词 hurriedly 很多人可能不认识 但是hurriedly 其实它是个副词 你可以说do something hurriedly 比较急急忙忙的做 匆忙的做一件事情 do something in a hurry 就等于do something hurriedly ok 就是这个用法 下面我们也可以说in a hurry的用法 你看 you are in a hurry to do something 意思就是指 you do something in a hurry 所以意思 他们才能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就表示你急急忙忙的去做一件事情 you are in a hurry you are in a hurry to do something I mean in a hurry 我很匆忙 I mean in a hurry he's in a hurry 很匆忙 对吧 好 下面看一下这个句子 假如说你不匆忙该怎么整 I need to talk with you but there is no hurry but I'm in no hurry 看到没有 在这两个句子中 意思就是指的是 我需要跟你聊聊 但是呢 这个并不及爱 就是it can wait 如果你把它替换成句子 就是it can wait 它可以等 或是I can wait but I can wait 但是我还是可以等的 所以I mean no hurry I mean no hurry but there is no hurry 意思都是指 这并不及 可以缓一缓的意思 所以在英文中 如果说你自己并不及 这个事情并不是很急 I mean no hurry there is no hurry 这你就要会说了 对吧 然后你说我并不及 然后你写一个词 I'm not eager 一个人其实你还不认识 然后你看你找不到什么词 其实我并不着急的 其实你可能唯一找到的替换句 就是I can wait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 也给大家讲过的 you can wait it can wait I can wait 但是下次我们说 我们不及了 我们可以说 I mean no hurry I mean no hurry there is no hurry 当然你看这个句子 一下就出来了 OK 好 may I 注意一下第二句的联读 may I 可能你觉得很奇怪 但是may I 在语言语调中 我们都讲过这种联读 原音加原音的联读 这种只适合美式发音 如果你是音识 直接是may I OK 所以may I have to tickets please I asked 好 may I 注意一下这个卖牙的吧 好 我们看一下 我能够拥有这两张车票吗 两张车票 这两张票吗 不过大家也会发现一个问题 其实我以前也强调过很多次了 很多次你不需要说by 你会使用have 来代替很多的动词 所以大家要记住 在口语中 have这种用法 这种频率是非常高的 很多时候它可以代替那个动词 这也意味着 如果你在说话的时候 找不到那个动词的时候 或许你也可以用have来表示 例如说have a seat 然后你不知道take a seat 然后你说have a seat 那你是可以的 是不是 所以注意一下就是have的一个用法 好 I'm sorry we were sold out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单词sold out 在我们的标题中 其实的句子就是指we were sold out 或者说the tickets have been sold out 已经被卖完了 就说sold out的语言是sell out 就是sell out 大家一定要学会这个用法 sell out表示售完的意思 sell out 这个词怎么用呢 很多人其实不理解它 因为有的时候他会背诵一些东西 就是说可以用于被动 还是不用于被动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句子 sales well 在句子中 sell well 意思指的是畅销的意思 就像大家所说的best seller best seller 就是畅销书最畅销的东西 sales well 表示畅销 就是说这个单词不可用于被动 你受光都可以用于被动 但是sell well 不可用于被动 所以你说something sells well 这个东西很畅销 也不用其他词的 一般使用一般现代词 it sells well 好 在句子中也可以这样说 it sells like a hot cakes it sells like hot cakes 像热蛋糕一样 卖的非常好 因为蛋糕 刚刚出炉的蛋糕是很新鲜的 但很多人都去买那个热的 很好吃 it sells like hot cakes 很热销的意思 那如果说什么东西被售完了 我们说it has been sold out 当然你可以说 they have been sold out 都可以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sell out可以用于被动 我们售光什么东西 东西变不受光 所以sell out最大特点 是可以用于被动 这个以前很多学生搞不清楚这个 所以今天你一定要搞清楚 好吧 sell one soul for 这个大家可以猜测 也猜测出来 soul是比较是灵魂 save my soul 就是救赎 就是拯救某人的灵魂 其实相当于save my soul 给很多人的感觉 就是salvation 什么意思呢 就是救赎的感觉 救赎拯救 我最近一手是在看一部 这个美剧叫 地球白子 the hundred the one hundred 就是the hundred 地球白子 那里面就是 因为一个过错吧 导致很多人瞬间死掉了 最后那个人 其实心里面 还就是有一种救赎的 其实在这个句子中 使用了单词 sell one soul for 是因为 为了什么什么东西 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这个句子呢 给大家呈现 不代表大家一定要学会 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sell one soul for 为什么东西 出卖自己的灵魂 OK anyway 下面十六我们看 有游文中 这些词组都给大家讲完了 对吧 mei在英文中 口语中 实际上是比较有礼貌的 但实际上 你也可以换成 can i could i 这都是ok的 只是mei呢 它比较 它比较有礼貌 但是在口语中 更常见的是 can i can i 好 这是我们这一张PPT 给大家呈现的内容 希望大家记住 hury to的用法 我觉得在这个单词中 单词 hury是很重要的一个用法 因为很多人 其实并不了解hury 你只会hury up 还有单词还能in no hurry 这种表述 不一定知道 好 下面看一下 what a pity susan exclaimed just then a man hurried to the ticket office what a pity 大家都知道了 在英文中没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说 what a shame 这真的提醒大家 what a shame 意思等于 what a pity 并不是大家所说的 多么可耻 就是说 what a shame 就等于 what a pity 如果你说一个人很可耻 你真无耻 你真丢人 这个时候该怎么说呢 你说 shame on you 在美语中 评计非常高 shame on shame on you shame on you 这是可以表输出来的 你真不要脸 对吧 你真丢人 这个意思 真无耻 这个意思 shame on you 注意了 我没有写出来 susan exclaimed 在这个句子中 我们要学一下单词 exclaimed 刚才还有个单词 pity 给大家讲解一下 在英文中 pity的用法 也不是很多 就是what a pity 比较常见 还有个字叫 feel pity for somebody 是同情某人的意思 为某人感到同情 就是feel pity for somebody 意思等于 feel sorry for somebody 其实又是同情某人的意思 这个了解一下就给了 exclaim 是大家今天学的一个生词 这个单词呢 首先要认识一个词根 还有一个单词 叫做ex ex的意思呢 它指的是out out claim呢 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单词 但是本身也是一个单词 不过我们用一个词根 exclaim ex 这个已经表示出来了 所以是表示喊出来的意思 是claim有很多种含义 比如说声称断言 做一种主张声称 还可以表示索赔 表示这个赔偿 就是我们呢 比如说你运东西运坏了 你要要求赔偿 这个赔偿也可以用单词claim 那我们需要掌握的是exclaim 本身是表示大声呼喊 这个大声呼喊一般是有震惊 惊讶或是 一般都是有震惊和惊讶 引起的这样一种呼喊 exclaim 独自说出一下着话音 exclaim OK 在英文中我们可以说make a claim 意思指的是什么呢 申请索赔 make a claim 申请索赔的意思 这个词读呢 大家了解一下吧 就是下一次你 下一次你要在听力中 听到说I need to make a claim 意思指的是我要申请索赔 好吧 在因为雅思的听力中 考过这个内容 所以给大家写上去了 下面这几个单词 都是跟大声叫有关 具体的差别 其实不是特别大 你要去查字点 你会发现它们很相似吧 cry 虽然有哭泣的意思 但是它也有大声哭喊 大声哭喊的意思 shout 这个单词也比较大声的叫 你说跟你scribe有什么区别 其实没什么区别 yale 它有的时候会 yale for help 呼救 用的比较多 yale也是比较大声哭喊 scream 它是一种尖叫 有点差别 叫尖叫 raw 是咆哮 那个海水 那个河水咆哮 或者说这个狮子咆哮 它是用raw 这个单词 还有这个车子的鸣笛 也叫raw 对吧 好 这是我们这一张PPT 比较简单嘛 注意一下单词 这个exclaim 这个生词就ok了 然后just then 后面的剧情是重复的 我们进入下一张PPT Can I return these two tickets? 刚刚讲过can I 在生活中更加常见 你看这个时候 他就没有使用 may I 他说的时候 can I can I return these two tickets he asked certainly the girl said 其实你会发现 听录音的时候 这个女士 其实从头至尾 都是非常的镇定 对吧 因为他们见过太多世面了 对不对 好 下面 I went back to the ticket office at once 我立刻就 这个走回这个ticket office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词组 在一文中识论 单词return return这个词呢 我们之前 都给大家讲过很多词了 return to normal return something 是表示退掉的意思 return 还有退款叫refund 对吧 return退 然后呢 换的叫exchange exchange 好 下面看一下certain这个单词 其实在 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啊 你听到certain不是很多吧 不相信你可以通过美学来看 其实在美学中啊 我应该说很少见到certain这个单词 它一般都是ensure 但是sure呢 你比较生活化 比较生活化 我感觉就是朋友之间比较随意的sure比较多 还有呢of course of course也是可以的 所以你看可能在这种场合下使用certain也是ok的 比较正式一点点 对吧 of course也是等于sure you bet 在朋友之间经常会说 当然了 好的 没问题 you bet 这个词你肯定会见到它 一定要注意 好 下面看一下单词once的一个相关用法吧 因为其他单词大家都认识了 once这个词表达一次 大家比较熟悉的 但是我教给大家的词词 大家可能会在美学中经常看到 once and for all once and for all once and for all 有的时候and会省略掉 once for all 什么意思呢 一劳永逸的意思 一劳永逸的意思 once and for all 就是做一次就搞定一切的 叫一劳永逸 这个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跟对 跟另外一个敌 敌队的阵营和打仗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这一次要一劳永逸 把它给彻底的消灭 once and for all 或者说做件事也是一样 这次要做好 不想让以后再每次都弄了 对吧 once and for all ok once and for all 注意一下 and可以省略once and for all 更多 除非有的时候你强调once and for all 对吧 也就是为了and可以读的很强烈 否则的话很多时候都是once and for all 直接讲出来 once and a while 意思得于sometimes 偶然的意思 once and a while 偶然的意思 还出于偶尔的意思 相当于sometimes once or twice once or twice 一两次的意思 大家现在知道什么叫一两次吗 就相当于one or two times once or twice 在英文中我们一般不说one 这个two times 为什么因为英文中有单词twice和once 你干嘛要需要那个单词呢 好 once upon a time 这个大家所说的曾经 曾几何时就这么翻译的 once upon a time 大家只会说long long time ago 其实once upon a time 就是表示曾几何时 跟中文比较吻合 好吧 这个文章也很简单 对不对 我们下面看一下下面一个句子 could i have those could i have those two tickets please 这个时候他又换了一个could i 看没有 我能买下这两张票吗 sutely the girl said 依然说了相当的话 but therefore next what is this performance 但是他们是下个星期三的这个表演 大家看一下这个文章 没有一个生词 没有一个生词 都是重复的 所以这张pc我并没有给大家做出任何的讲解 但是performance 在前面的课文中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那个是 always young那篇文章里面讲到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 大家会发现随着课程的这个增加 虽然也有的时候啊 如果一篇文章 它的难度跳跃不是很大 就是生词比较少 你会发现 由于你自己知识的累积比较多了 当你在学习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越来越简单 因为 因为假设总有一千个知识典礼 已经学了一百多个了 那么你这个知识 它就会越来越小了 对你来说难度就越来越小 所以你学习会越来越快 除非在能力上面有很大的跳跃 比如说生词特别多的时候 那需要更多的讲解 否则的话 你都会发现越来越简单 这就是为什么 高手学习起来 就会觉得非常简单 那些知识储备非常少的学生 他学的时候非常有难度 因为他的储备实在是太少了 无法 当他储备越来越多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越来越简单了 但是这中间肯定有一个临界点 穿越这个临界点之后呢 你学习起来才会简单 OK 好吧 店不是很多了 我赶快讲了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一张 Do you still want them I might as well have them I said sadly 好 你还想要他们吗 只有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使用那个击穿 其实在这个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你看 them这个单词 很多时候都被击穿掉 包括我们前面讲的什么 his her这种单词 击穿现象非常的普遍 所以你看这个地图可以使用 Do you still want them Do you still want them 其实有的时候变成了 Do you still want them 是t和后面的em在展在一起的时候呢 会产生做话 wantum 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种现象还有可能会出现一种击穿 就是n之后的t产生击穿 所以变成了 Do you still want them wantum wantum 注意一下 不过我个人建议是大度称wantum Do you still want them Do you still want them 都是可以的 或你真的不会 你说Do you still want them OK 没有问题 好吧 I might as well have them I said sadly might as well 最重要是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 我们看看这几个短语 我们要讲快点 因为电脑没有电了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就在口语中频率非常的高 一般都是一个不好的场景 你到底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你被逮着了之后 他都会涨降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What do you want from us from us 好 This is exactly what I want 在口语中非常常见 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This is exactly I'm looking for This is exactly what I want 这是我想要的东西了 May as well do 就是刚才讲的单词 Might as well do 就等于may as well do 就等于had better do 最好怎么怎么样 不妨怎么怎么样 最好不妨的意思 注意哦 这个用法很重要的 你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 may as well do had better do You may well quit your job 就是这个句子中使用了 may well do 并没有as 意思已经变化了 注意差别很大的 它意思指的是 有充分理由做一件事情 You may well quit your job 也有充分的理由 放弃这份工作 辞掉这份工作 所以may well do 意思指的是 放弃某一份工作 好 If I may interrupt for a moment If I may interrupt for a moment 在英文中 我们经常会使用 这种表述方式 就是 If I may 表示你自己主动提议的时候 会使用 If I may do something 这个句子 大家要记住 这种句型 If I may introduce myself now 那我想介绍一下我自己 是吧 你看 If I may 这个固定用法 好 电波多了 我们赶快播放一下好吧 Lesson 19 Sold out First listen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 When will the writer See the play The play may begin at any moment I said It may have begun already Susan answered I hurried to the ticket office May I have two tickets please I asked I'm sorry We've sold out The girl said What a pity Susan exclaimed Just then A man hurried to the ticket office Can I return these two tickets He asked Certainly The girl said I went back to the ticket office At once Could I have those two tickets please I asked Certainly The girl said But therefore Next Wednesday's performance Do you still want them I might as well have them I said Sadly OK 我们继续听一下 Lesson 19 Sold out First listen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 When will the writer See the play The play may begin at any moment I said It may have begun already Susan answered I hurried to the ticket office May I have two tickets please I asked I'm sorry We've sold out The girl said What a pity Susan exclaimed Just then A man hurried to the ticket office Can I return these two tickets He asked Certainly The girl said I went back to the ticket office At once Could I have those two tickets please I asked Certainly The girl said But therefore Next Wednesday's performance Do you still want them I might as well have them I said Sadly OK 最後一次 Lesson 19 Sold out First listen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 When will the writer See the play The play may begin At any moment I said It may have begun already Susan Antered I hurried to the ticket office May I have two tickets Please I asked I'm sorry We've sold out The girl said What a pity Susan explained Just then A man hurried to the ticket office Can I return these two tickets He asked Certainly The girl said I went back to the ticket office At once Could I have those two tickets Please I asked Certainly The girl said But therefore Next Wednesday's performance Do you still want them I might as well have them I said Sadly OK 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 这个这一节课吧 其实内容还是有一些的 比较实用的地方 大家一定要掌握了 OK 好 下面 下面我们继续来讲解的是 第20讲 好吧 大家先注意自己的消化 好吧 这个电子不是很多了 我暂停了 这个电子不是很多了 大家先注意自己的那个 感谢观看